在这个一阵的时候 很多神学院 教会 福音机构 在网络推出一些栽培的方案 让弟兄姊妹 能够把握这些时候 能够在自身的真道上 操作自己 我们以色列培训网络 也是一样 我们在九月的时候 推出一个 启示录器教会空中行 能够帮助弟兄姊妹 认识这个启示录 特别第二第三章的背景 那么在未来 在十一十二月 还有明年一二两个月 加起来 一共有四个月 我们会在网络推出 保罗的教中空中行 我们的大题目就是 怎么样能够让 保罗的人生的下半场 怎么完成得胜 这一种能够帮助我们 能够学习 让我们的人生的下半场 也是打得美好的伸张 我们就说 不但由我们四个电影播放出来 其实你个人属灵的追求 还有教会 培训的事工 也可以一同的配合起来 所以我们所念的圣经 有九月跟新月 六十六卷书 但是新月就是有二十七卷 但是在二十七卷的当中 除了四福音以外 我们有使徒行赚 书信还有起书 加起来二十三卷 那这二十三卷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有没有想过 就是用这四个月 也就是当我们播放 保罗教中空中行的同时 你个人也好 教会的活动也好 能够配合 我们能够提供给你的 对于这二十三卷书 能够有机会去了解他们 我们有的是什么 我们出版了一些的东西 这些出版的东西包括了什么呢 包括了两本的书 就是使徒写了一跟二 还有我们使徒跟早期教会 研习的指南 是一本的书 还有一张的地图 这一张的地图 就把使徒行赚 保罗的行中 都放在这个地图当中 就在这个时候 让我介绍一下 那么在第一本书 就是使徒写的第一 里面首先就讲到 到底使徒行赚这一卷书 要我们领受什么教训呢 很多人就从使徒行赚要得到不同的 但是问题就是 到底路加透过这卷书 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的老师就是飞锅登博士 他看使徒行赚的时候 发现里面可以分成六段 为什么 因为每一个端的最后 都有一个评论 就是教会到那个时候 增长到什么情况呢 他就用这六句的话 把使徒行赚分成六段 也就是说 路加用这六段的经文的记载 就要把教会 是怎么一步一步的 从建立一路到保罗坐牢 是怎么样发展下去 那么讲完这一个 我们再跟大家 透过这一本书 怎么认识罗马的世界 特别从罗马的形象 去了解一下 我们读圣经一定知道 原来在圣经当中 罗马时代分成亚西亚 还有就是什么庞菲利亚 还有就是基利加等等 一个一个赏分 而且里面有不同的程序 我们在这一本书里面 首先跟大家分享这一些 那一些形象 是怎么样建立起来的 那以后呢 我们就讲到保罗的人生 讲到彼得的人生 也讲了就是怎么 跟随约翰的人生 那么当讲到这几个 重要的使徒人生之后呢 我们就把一些重要的赏分 特别包括了就是在土耳其 就是当时的那个小亚西亚 里面所提到的每一个赏分 每一个城 圣经有提到了 都跟大家来讨论一下 讨论的时候呢 首先就提到呢 那一个城的地理跟历史的背景 还有呢 就是跟圣经有什么记载的关系 最后呢 以前是怎么样 今天我们去到的时候 能够看到什么 那这一些呢 都在每一个城市呢 会提供给大家的 那么第二本呢 就跟之前有一点不同 第二本一开头的时候 就讲到初期价位 18个增长的新的领域 就是说 你知道在《使徒经教》 一章第八节 就是说 圣灵来了 你们有胜利的能力 就要首先在耶路撒冷 犹太传地 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 做耶稣基督的见证 那么在这本书呢 我们有一个图表 图表当中 有18个 就是宣 最后呢 就是有一个螃蟹 一路增长 我们就是用这一个螃蟹呢 就是说 当它要增长呢 它要把它的刻脱了 以后才能够增长 价位也是 价位如果没有改变的话 不能增长 我们从这18个增长的情况 来学习价位应该是怎么增长 那么在第一 来到第四 就是讲到福音 传遍耶路撒冷 然后第五呢 传到犹太传地 第六呢 传至撒玛利亚 也就是说 耶稣所吩咐的当时教会呢 就跟着耶稣的指示 先耶路撒冷 跟着犹太传地撒玛利亚 那也后呢 就从第七到第18个 就是福音怎么样传到外邦 也就是说 当时人所知道的地级 最后的地方 就是去了西班牙嘛 是怎么发展下去呢 当讲完这个18个增长的情况之后 我们也在提到 除了那个小亚斯亚以外了 其他的在希腊 跟意大利 跟叙利亚 跟犹太 跟埃及等等 那一些不同的罗马的赏份 里面有一些的城市 是怎么样的情况 也就是提到那三样的东西 那个死地的背景 跟圣经的关系 还有呢 今天的遗迹是什么 好了 讲完这两本书呢 我要用一点时间 来讲到这个使徒 跟早期教会的言及指南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就是在这一本书 跟这一张的地图里面 就把当时的时代的背景 去了解一下 也就是说 在这个使徒跟早期教会 言及指南的当中 讨论的三十四件事情 也就是在一张的地图上 把他的标记画在其中 可能那个原始图在那一边 要你记得那个地方 你要把那个号码放在其中 也把一些路线画出来 那这样呢 就能够教了我们对当时 那个背景的了解 好了 那么我们用什么方法去了解呢 那我们首先呢 要大家翻开圣经 以使徒形状 苏星那一段有关系 如果没有圣经记载呢 也可能是早期家卫历史的一些文献 文记的记录 那么这样呢 我们也在地图上画了那个标记 以后呢 我们再有文字跟大家讨论 所以这四方面 都是我们研洗的方法 如果是这样呢 能够眼道 手道 耳道 都能够就是了解了 那么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首先呢 我们要了解呢 使徒形状 由先到后 那个前后的那个戏剧是什么 以后呢 某一些事情 圣经没有提 我们加在其中 那么以后呢 就是这样 我们就能够了解使徒形状 跟早期家卫的背景 也就是说 我们能够了解呢 使徒们 跟早期的一些交付的历史 是怎么样 那么所以我们目的讲完了 我要简洁一下 那三十四件事情 到底那么重要 包括什么呢 包括呢 初期家卫最早期的背景 这个是第一到第十件事情 那么来到中期的背景呢 也就是十一到第三十 那以后后期的背景呢 也就是从三十一到三十四 那所以如果这样了解了 你说是不是很好呢 那么早期的 后期呢 我不提了 首先要了解的就是中期 中期的背景 就包括了几个使徒的背景 包括了保罗教宗一二三四 还有呢 安德烈 还有呢 以德 还有约翰 为什么其他使徒没有提到 因为这一些人物 在家卫历史的文献当中 提到最清楚 其他呢 就提到一点 那所以呢 我们说 除了这一些呢 在中期的背景 也提到雅各书 收书人 彼得前书 跟起书录 到底写给什么人呢 那个背景 都在这里呢 我也提到 好了 如果要尝试 跟大家了解一下 到底 最早期的背景 是指的什么呢 当家卫建立 保罗的角度还没有开始 一共有一到第十的事情 包括了当时的一些重要的背景 家卫是怎么建立到五神节的时候 还有呢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耶稣的跟从的人 就是那个巴拉巴 那这一些背景是怎么样 还有呢 保罗是怎么去到大马市 后来他怎么来回到那个耶路撒冷 这些呢 都在第一部分 跟大家讲 那第二部分呢 就是中期了 中期包括了呢 保罗的第一次行程 那么从第十一到第十三 就是提到这一个 这个就是说 从那个叙利亚的安提阿 怎么样到比叙底的安提阿 后来又比叙底的去了加利利 又怎么样围到这一个叙利亚的安提阿呢 这个就是在十一 十二 还有第十三里面就提到了 那么以后呢 就提到保罗的第二次的旅程 这个第二次的旅程 也就是呢 就从那个安提阿出发 经过了那一个加勒泰 以后在那一边 圣灵就让保罗看见马其顿的印象 以后呢 就来到了那个欧洲的地方 所以第十四到欧洲以后 也到了雅典 也到了那个哥林多 这些背景是怎么样 都在这一个十四到十七里面 能够提到 但是提到这个第二 还没有提第三次行程的当中 我们也讲到了保罗的同工 包括了在这一个第二次行程 他遇到了 那个亚居亚 百基拉 还有呢 亚波罗 这三个人物 那个背景是什么 就会在事简第十八里面提到 那么以后呢 保罗第三次行程 就是在第十八章 来到二十一章 就会在事简第十九里面提到 那么以后再下去了 又在第四次行程 没有讲了 之前我们就讲到雅各苏的 收苏人的背景 因为当我们一看雅各苏第一章第一节 他就说 我要问安 问什么安呢 就是那个收苏的人的安 也就是三句的十二字派 很多人一看这一个 好像跟犹太人有关 为什么是三句呢 三句在哪里呢 我们就在事简第二十 都提到这个雅各式的背景 那么以后呢 也再提到保罗的第四期行程 他就来到罗马 这个就是史图行家二十七 二十八章里面就提到了 好了 保罗人生就讲完了 那还有呢 还有呢 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个安德烈 安德烈呢 他就到了一个 就是叫索斯亚的地方 里面传福音 其实呢 在教会历史呢 不但就这样提到 所以安德烈呢 在圣经没有提到 他人生下半场是怎么样 但是在圣经以外的历史的记载 有说 我们就拿那些计量 跟我们的就是弟兄姐妹提到 那么在这一个完了以后 我们也提到了 彼得前书 收书人的背景 为什么呢 因为当我们一看彼得前书呢 他第一章第一节就说 分散在本都 加拉塔 还有呢 加培多加 亚西亚 彼退离的 这一些 就是寄居的 那些基督徒的安 所以这个诗间第二十三 就把这个彼得前书的背景 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 那么以后呢 我们再讲一个很重要的 那个背景呢 是一个地理的背景 那么原来有一个三古呢 就是叫拉卡斯古 那么有一些书呢 把它翻译错了 就以为这个就是 就是那个女家 其实不是那个三分女家 乃是一个古地 为什么呢 这个拉卡斯三古呢 原来也就是在那个 亚西亚散分的东南边 那么那一边呢 一共有三个圣经的城市 在其中 哥罗西 老体家 希莱坡利 因为原来在这里呢 都是在哥罗西书第四章里面 问案 一问案的时候 为什么不问第四个教会 就问这三个呢 因为这三个的城市 都是在同一个土地上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背景 我们要在 事件第二次 跟你们讨论一下 那么我们还呢 就是提到保罗的 另外一些的同工 那么就是说 保罗打发一些人 去到教会 特别呢 他们把保罗的书信 带过去 特别有一个叫 都是以巴伏提 另外一个叫推积古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 他打发去的呢 就是亚历世姆 这个是什么 腓立门的书的背景 那么原来呢 腓立门书 就是说保罗打发 这个刚刚信耶稣的 就是叫亚历世姆的 成为保罗的 就是真儿子的 就是打发这三个人 去 他们的背景是怎么样 世间二十五就有提到了 那么还有呢 来到有一句话 就是从东面到西面 这句话呢 不是在圣经当中 出现在呢 这个圣经以外的 那些文献当中 那么就是有一本 就是叫彼得行转 使徒行转有了 彼得的一个行转 那个书就是讲的彼得 那还有价位史 就是优势比物 最早的一个教父 写教会史的 就是他 这两本的书 怎么样把保罗人生的 下本乡告诉我们呢 这个就是成为 我们讨论的事件 第二十六 那么这个完了以后呢 我们也提到了 保罗 安德列 彼得 还有什么 还有约翰 约翰呢 就是来到他教寻门徒 就是来到亚西亚 还有呢 特别来到以弗所 那么他离开世界都在那一边 但是在章中呢 他都被带到 放逐到了那个伯木海岛 二十八件事情呢 就提到有另外的人 也在当时放逐到另外的海岛 成为那个约翰被放逐到 独木海岛的一个背景的参考 那么所以这二十七级二十九呢 就是讲到使徒约翰 那么他写的起书录 也提到就是亚西亚 就是七个家卫 就成为我们讨论的事件第三十 好了 但这一个都讨论完了 我们就是说最早期的中期的都完了 最后呢 就提到后期 后期的背景呢 就不是提到的使徒了 就是提到的初期教会来到第二世纪的时候的背景 包括了有一些 伊格拉雕 还有呢 其他的教父 当时他们有什么传福音建立教会的那个背景呢 都在这一段时候来讨论 那么来到呢 就是上世纪跟他讨论 当时三个重要的人物 一个顺道士 尤士丁 斯美拉的教父 后来顺道的波里格 还有呢 最早的一个伊端 马吉安 那几个人 就是来到三十四件事情 所以你说呢 如果能够透过这个地图跟那个颜纪 他也会读那个段经文 也会读到那两本书 帮助我们认识 这二十三人书的那个宝贝 你说多么重要呢 所以我盼望你个人也好 你的教会也好 怎么安排聚会推动地图 这边一同小组的团契来讨论 研究 是当街四个电影放映的同时 最好的机会 那么如果你说 蔡牧师你刚才讲的 能不能给我 可以的 你就用这个二维码 你就可以下载那两本书的简介 还有呢 三十四件事情 它的重点是什么 还有你如果要订购 扣买 你可以从哪里买得到呢 你下载这一个呢 我们里面都有资料可以提供给你 当然好像有一些基督徒就问我说 蔡牧师完了那个七教会 你能够带我们去吧 能够 我就说 你就参加我们使徒教宗 摆办体验团就可以了 那其实呢 这个不但能够帮助我们认识 起司徒的七教会 保罗的教宗 约翰的教宗 跟部分彼得的教宗 都可以从这个团里面 我们带你去那一些的地方 所以你可以参加我们这一些团 如果你要顺问我们 可以用电邮 就是发给我们 也可以打电话给我们 我们的地方就是在加拿大 温哥华 我们的电话就是在这里 也可以到我们的网站 得到更多的资料 所以弟兄姐妹这四个月 我们将会播放 保罗教宗空中心 盼望你能够把握这个机会 透过我们已经出版的东西 在至深的真道上 造就自己 荣耀贵主圣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